第1號請上台 各位評判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編號第1號 的故事小精靈 我今天要為大家講的故事是 愛吃青菜的鱷魚 愛吃青菜的鱷魚 有一個老婆每天都到田裡來工作 有一天他在河裡發現了一隻 小鱷魚 嘿喲 嘿喲 剛才小鱷魚每天都陪農夫 一起來工作 日子一天天過去 小鱷魚漸漸的長大了 本來一棒棒的兔 也被覺得鬆鬆軟軟的 可以不長了 農夫在田裡撒下各式各樣 青菜的種子 紅子慢慢的感到 長得越長越大 可以撒下了 農夫每天都摘各種好吃的青菜 給小鱷魚吃 然後 有吃吃青椒菜 嗯嗯嗯 有吃吃大陸菜 卡齒卡齒 也有吃吃好吃的咖哩菜 美味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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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不喜欢吃的青椒 也吃了三大口 有一天 趁机来了一位医生 要帮大家检查身体 这个人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怪声 有的小朋友便便打不住 只有小恶意的肚子 没有胀胀的 也没有怪声 很健康 然后 原来小恶意爱吃青菜 肚子有很多绿色的小店 老花已经通通干光光了 吃青菜有那么大好处 大家都爱吃青菜 然后 虚弱的妈妈都煮了三块的青菜 给家人吃 吃了青菜的小朋友 做梦的梦见机器 变成强壮的绿色小超人 大家都很健康 嗯 我觉得 要多吃青菜 不要变食 才不会变命哦 也能够我用长高高哦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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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